如果真的按照過去 徐巧鑫為這個社會立下的標準 哇 那之前被他指控的那些人 辭職的也辭職了 退選的也退選了 現在輪到他自己的時候就說 那個是他們家的事為什麼要我來承擔 憑什麼 哇 他變委屈人耶 他是受害者 這樣子合理嗎 徐巧鑫是一個還在進步中的演員 他看到陳玉珍前輩 黃國昌師兄 覺得他們的演技高超 所以他們想要跟他們學習 模擬 揣摩 不管是假裝正義這個方面 或者是連連看這個技能 他都試圖突破天際 突破自己的極限 之前講陳吉仲 你們怎麼樣在那邊哭什麼 你看到農宇敏就會哭 哭屁哭 辭職 陳吉仲辭職 陳吉仲辭職 那為什麼 蘇貞昌沒有辭職 好 蘇貞昌現在也換人了 啊 完畢生下班30分辭職 你們辭職 辭職 一四個 我們畢 畢都很過畢 都正義實責 都天使化身 都國民黨的那個什麼 道德長城 合照 陳老婆合照下台 啊 蘇嘉全社團 蘇什麼 蘇貞昌社團 蘇嘉全下台 啊 捐款 那個杜秉承捐款 無配下台 啊 你們同台 一四個在那邊哭了 哇 那一直哭 一直哭 哇 哭來哭去 欸 你們黨的有傅婚旗呢 吃離婚呢 那天你去那邊 你那邊 你那個記者訪問的時候說 我把我夫家如果是色灘 啊 我就要離婚 啊 講完之後跑去哭 跑去抱著傅婚旗哭 結果傅婚旗吃離婚判刑啦 應該是 應該是要請教專家 啊 不好意思 我如果放話要離婚 要怎麼樣離婚才不會被判刑 怎麼找一問傅婚旗啦 跟顏寬很同黨 啊 講到剛剛什麼 黑金 毒 什麼槍 什麼毒 我那幾兩年就幾兩的誰要大尾 一個叫傅婚旗 一個人寬人 啊 毒 什麼毒 許巧欣 毒蛇 過去 大家都沒到 嚼到 年齡看 嗯 就只差在同一個房間 也要下台 啊 同一個空氣 同呼吸同一個空氣 吃同一餐 都要下台 欸 拜託的 巧欣啊 我一直覺得說不管什麼董 那如果年輕朋友 要改極 要突破傳統 你不知道要做到不一樣的事情 嗯 結果你做那些是大人做過的事情 是瓜城 玉政 黃國昌 都做過的事情 我覺得不對 而且演技還比人家差 你沒有哭出眼淚 嗯 他那個嘎戲 嘎太多 然後有不同的角色跟戲份 然後自己演不下去 只好開始亂演 為什麼亂演 一般來講我們是沒有什麼印象 許巧欣會為了這種事情哭的 嗯 第一天新聞出來的時候先哭 哭完之後說 那個是民進黨支持者 接下來跟黃姐對嗆 黃姐說你應該到 他嗆黃姐腦子有問題 他說你才腦子有 兩個總共沒起來 爆出口 24小時不道歉要告 接下來 他還到處 在那公布照片 在那說什麼 那個是誰的問題 然後一下有嗆 一下有家暴 最近的事 然後還發生什麼事 他說他自己 女孩子 不舒服 每個月不舒服的時候 所以情緒比較激動 不是啦 不是啦 為什麼要脫手有女神下水 我不能理解 對啊 我不能理解的事情是 你說別人都很厲害 你說到你們家的時候 你自己就想到中間 什麼時候知道的 知道的時候做了什麼處置 對 有沒有放縱 照你的標準 如果外地都要討論 手堪的就是心騷擾 兩個要公布照片 還記不記得 他出事的時候 他還公布什麼 新竹市議員跟議長的照片 對對對 從頭到尾沒有要解釋事情 解釋不清楚 我們也都知道 台灣老百姓很有智慧的 我們不會亂戴帽子 我們不是每個人 都跟許巧信一樣 什麼老爸出事兒子下台 哥哥出事弟弟下台 媽媽出事女兒下台 沒那麼沒了 沒大家像許巧信才沒了 還是你要講嘛 你可能知道嘛 你交代案情有助於釐清事實嘛 對 對不對 槍是什麼槍 怎麼有槍你不去報案 對 家暴怎麼報 怎麼有家暴 你沒有協助保護 對 你立委就不知道 保護你能夠保護誰 你的家人就不知道 保護你要保護什麼人 對 有道理 說的 說到過天正地 說到整本機 做不到一堂時 許巧信的問題就在這邊 雙重標準 藍營打手四個字 敘述得非常好 不要敘述 描述 因為是苗伯亞說的 對 描述 描述 然後咧 他講別人的時候 連連看 一直連一直連 你們兩個今天穿同樣的衣服 是不是昨天晚上一起去買百貨公司 他就很瘋了 來啊 就直接買那麼高 你怎麼看你自己的家人 我們怎麼看你處理這件事情 後來發現許巧信就是個空殼嘛 你講得很好 你在政見 他的選舉的政見發表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什麼公告單裡面 政見欄第二條 他說他要打擊台灣的詐騙 哇 連家裡面碰到你都不打擊了 你連家裡都打不了了 你要怎麼打 對啊 所以許巧信的雙重標準在這一次叫做表露無影 可是他有鋪牌 有埋個暗砍 什麼 前一陣子還記不記得邱國正家裡出事 對 他突然跑出來講說 兒子是兒子 爸爸是爸爸 我想說奇怪 突然間很善良 結果那個19天的時序推回去 原來就是鋪牌 今天大姑是大姑 又破案了 原來如此 就是突然到那一天不臉了 他就發現 沒有啦 兒子是兒子 部長是部長 原來是你家裡自己出事了 對不對 阿不上輝連連看 阿不是都殺在黑白 過天爭地 結果原來是19天 這個是19天內的事情嘛 對 所以許巧信就是雙重標準 具體作為 遇到你家人 遇到徐家人 遇到你認識的人 就大轉彎 如果說辦公交通 每個社會都做話說 自己的車停在紅線 切爾西人 許巧信 比較像人的 你有機會 這個小時候 許巧信小時候說 長大我也想要成為 像蔡英文一樣的女人 但是呢 你自己選擇 成為像傅崑奇一樣的男人